各位好,10月15日星期四 昨天罵了特婆 為什麼不說日本直刊富士 產業經濟新聞社的晚報 想來想去,直覺覺得不像樣 免得第一時間,通常很多人喜歡聽 但你也要看新聞社 據說這個新聞社是反右派 經常有聳人聽聞的新聞 又反韓國,日本的右派 又反中,右派是這樣的 他曾經報導過川普計劃暗殺金正恩 川普計劃暗殺金正恩 美中朝,美國、中國和韓國 加起來,密謀推翻文在燕 曾經爆過這樣的新聞 他爆是否真的呢? 暫時你可以當作不是 不過,跡象顯示不奇怪 即是說,他不需要突擊、突襲去探訪台灣 因為切兩掌,不用一刀切,就切了一條掌出來 不會切那麼多 但譬如他說,正式打個電話給蔡英文 我們談談談談交 這樣就夠了 不用突然間,太戲劇不是太好 因為他也不應該想打仗 在大選前,因為永遠,我們當然是高興 他是一個兩難,發生了戰爭 選民的反應,他不敢冒險 但兵行險著,現在似乎是假意 他不停放信息,我都準備結交了 看看老共的反應如何 還有他也是把氣勢拉高 他氣勢拉高是一定的 因為他現在民調來說,他還是不穩 還好像輸少少 但是我們要留意,美國選舉不只是看民調 因為民調一般,即是美國人這樣 民調說贏不得贏,因為他有什麼搖擺州 又跟著選舉人票制度 這些全部要研究考慮 民調更加不可信 就是州人都未必可信 因為現在不是很靠民調的 他們是靠大數據去分析 研究那些人的投票取向 因為那些人出不出來投票 跟民調就沒有關係 即是我支持,不過那時候 懶懶懶懶懶不去投票 但如果說支持的都出來投票 那就會贏了 這樣才會贏 但傳統上又不是 那些窮人懶得去投票 那些右派極右就積極一點 投票是積極很多 所以這麼多場造勢大會 看看川普的氣勢 他是有些把握的,但還未穩 未穩就要打中國牌 所以這個時候他會不會 真的跟台灣建交呢 自己去 或者好像這個 《夕刊富士》這個媒體報道 會直接去 或者簡直是叫特朗普 不是不是 阿彭斯去代表他 跟他建交 我想建交這件事 怎麼都要做些諮詢 問問國會 會先放些氣球出來 不會突然這麼戲劇 就算他選情危險 因為選情是他拉台的選情 他最好就是好像想打 不過又嚇著老共 不這樣打 然後就沒事 這樣就過了選舉 大家其實心理上都是這樣 贏了就算了 先贏了選舉 所以是不是很需要在這陣 跟台灣建交呢 但是如果你沒有一些實質的做法 又人家就覺得你打追炮 所以我覺得他如果他的選情再不妥 他會再提高調 提高調 包括自己打電話和視像 跟蔡英文聊聊聊天 就是講復交的問題 這樣問一下你高不高興 其實你貌上是要問問人家 人家都一定跟你做朋友 雖然整個台灣都想 但也有部份台灣人是很害怕的 這個都不能否認 所以蔡英文也有技巧應對 是吧 早兩天說過 我留意他那個 10月10日的國慶演說 是放軟的調 喊話 我們不是想打架 千萬不要拆槍走火 早那天就說不要拆槍走火 其實是向老共喊話 但是問題就是 人家如果跟你建交 你是不是不見呢 你怎麼知道 早那天他講過什麼 奸件時刻就要走 這一步 那你問我怎樣研判 或者老共怎樣研判 蔡英文呢 在利害 衡量過之後 蔡英文是會的 你想想四十年難得一遇的機會 跟美國拘捕回上的關係 當然是真的才有意思 如果不是說一下 然後又縮回去 就自己的混蛋 然後被老共打架 就沒有人了 因為你打架 你未必能夠 軍事行動 我說是 比如突然炸你一些東西 炸你的軍事基地 製造一輪恐慌 傷亡軍人若干 平民一兩個 有些事情就嚇到所有人 就嚇到所有人 就問了 是不是獨立戰爭來的 你真的就不能回頭 打仗之後 你台灣人打贏了 對方贏不了 打贏了也停了戰 你就真的獨立到 這個就是很理想的結果 傷亡有限 但是蔡英文 你在蔡英文的角度 那是不是 是就拼一拼 不是現在只是打嘴炮 打嘴炮到時候有老闆 不是的 什麼笨蛋賊 你要想 我們就簡單 打死他 打死他 然後叫蔡英文動 強硬些 包括那些台獨的深陸人士 當然想 盡快地 生氣老共打一次 我一向的分析 就是打完 他真的獨立到 但是如果你只是軍事行動 你獨立什麼 沒得獨立 即不是一個合理的理由 就是 流血有限 但是製造很大的恐慌 對整個台灣 包括可能我們很多移民去的 又移民回香港 那 怎樣呢 你是蔡英文 你怎樣呢 我是教案官夥 說真的 不要把自己的情感投入 還把自己的意願投入 包括美國的選舉 這件事很可憐 因為別人是別人的事 不過這件事 對我們有沒有利益 如果台灣越是走向獨立 對香港我覺得是越有利的 所以香港人支持台灣 是對的 去到台灣那些如果年輕 麻煩你重關 以示 支持 是 你要逼老共 面對獨立是一個議題 你不可以靠我 不可以靠客 不可以靠打壓 這麼久的 一定要用政治解決 政治解決當然我們有好處 他肯政治解決 香港人就說 怎樣都好一點 是吧 差到更多的事情 你想政治應該是這樣想的 不是整天打死他了 那些不是想政治 當然好而已 好了 要介紹 其實昨天特別值得大家留意的新聞反文 不是星期二日本傳媒那個報道 沒有了 那個就假的了 因為那個其實蕭美琴說了 並未聽聞 無從評論 他在駐美大使都沒有聽過 台灣的外交部就說 並未接獲美方高層訪台的消息 那見家不用訪台的 你也要知道 他是留下空間的 無從評論並未聽聞 他未聽聞 他不知道 所以他們都是留下 大家恨的空間 模糊空間 那些叫做戰略模糊 Static ambiguity 現在台灣和美國都玩了很久 這件事 但是呢 有個軍事上的表現 兩邊同日都去探軍隊 蔡英文就去了這個 街山雷達站 街山雷達站 那個就是很有名的 鋪路爪 鋪路爪長程預警雷達 這個就知道很久了 一般人都應該聽聞 這個雷達強於沙德系統的 即是說他很遠都看到 幾千里路 即是說可以看到新疆 在台灣為什麼 因為台灣有高山 有高山 即是你去到五六千米 就要在馬拉山 但是去到三千 它是二十六百二十尺高 的街山上高 在那裡做了一個雷達 應該做了好幾年了 應該說過 所以這個雷達 整個亞洲 東亞 整個東亞最厲害的雷達 看得最清楚的雷達 據說 凡是巴黄射導彈 第一個知道就是這個雷達 而這個雷達 台灣很多錢 整個這麼貴的雷達 還要探到老共 軍隊在新疆那麼遠的飛機 做什麼呢 沒有需要 關我們什麼事 那些軍事部署在新疆 關台灣什麼事呢 關美國事 因為那裡有飛彈基地 在新疆 所以有飛彈一動 據說離地三尺 他們已經知道 有東西射出來 有飛機飛起了 這麼厲害的 這個雷達 好了 這個雷達 厲害之餘 還不是台灣人管理的 據說 當然有台灣的人 因為他們 台灣有沒有這個技術人員呢 全世界據說這個雷達只有三個 一個在美國 一個在英國 一個在台灣 美國和英國都是看著蘇聯那邊 蘇俄那邊 台灣都是看著中國大陸 裡面哪個人運作呢 據說 據說從來都是由美軍運作的 所以美國存在於台灣 美軍和軍事事實上存在的 這張相片就重要了 今天不知道有沒有 開始有人評論 我相信是吧 這張相片是截圖來的 這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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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他企的姿態 企的姿態 是個軍人來的 據說 剪短頭髮 你更加看到他的樣子 就是美國人的樣子 即是美國人的樣子 輪廓比較深 嘴嘴厚面面 這個人 前面是蔡英文 這張相片是截圖來的 就是總統府發放的片段 總統府發放的片段 有沒有這個人 又沒有掛牌 這些人有掛牌 跟我們的黑警一樣 沒有招牌 招牌雖然看不到 但放大也看到一些東西 沒有的 這個人站在後面做什麼呢 就引起台灣媒體的高度 傳測認為美軍 他們解說就是美軍 一向都存在 那個雷達其實就是美軍操作 但是那個資訊共享 那個資訊 即是那些情報共享 因為你放在台灣 一個軍事合作 從來都是 說就不認 變了你又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他不是很多人 住在那裡神神秘秘地 原來現在告訴你 美軍一直都在台灣 在吹什麼 其實有這麼強的信息 是不是很強 這個信息 即是 英文又告訴你 你是不是想打 我們其實包美軍在這裡 我們不怕 又告訴老共聽 又告訴台灣人 雖然台灣人都知道 一直都傳到這些東西 傳不出來 知與不知之間 習近平又做什麼呢 習近平去訪問海軍陸戰隊的機關 在散討 即是他昨天去深圳出現之前 曾經探訪過 你也有新聞片看到 這樣就作出一番鼓勵分事 又要把全部的心思放在打仗上 海軍陸戰隊 海軍陸戰隊以前沒有的 變制小很多 現在據說已經弄到三萬五千人 除了美軍之外 最大的傳球 即是有海軍陸戰隊 為什麼重要呢 他的戰力是最強 武器是最好 那些訓練是最足 年輕人 那些人能打得 而且他是要做最冒險的軍事行動 即是海上登陸 即是告訴你 可能是打台灣 他原來有個叫做交流突擊隊 即是我們飛機隊 突擊隊 突擊部隊各國都有 但是你知道突擊隊很少人 但是如果你弄到幾萬人 就是戰隊 正式準備打仗用 同日都有些軍事上的消息 即是美軍那個航母 就在馬六甲洗完頭 突然回到南海 即是向台灣進化 還在那裏做些軍演 即是救傷的軍演 假設航母被飛彈打中 很多人要救傷 這樣就在做這些演習 做就不奇怪了 告訴你 即是說我又準備打仗了 那軍事就好像突然想打我 整件事什麼鬼都是跟老川普的選舉有關 大家明白 即是如果你放阿叔 不要在體驗分別 也不要假設是 但也不能假設不是 即是我覺得 這個是一個難得的機會 即是台灣人來講 他的安全是建基於美國撐不撐他 當然美國撐他一直都是 但撐他多深啊 這個問題 撐得最深當然最安全就是軍事上 如果美台復交代表他會駐軍在台灣 因為以前他團交之前有駐軍 他有協防條約 這些事情都會有 最少變相都有了 老共也都講過無數次了 不是胡錫進 不只胡錫進講 其實是會開戰的 他好像逼著他一定開戰 那看是打幾大的 那個規模是幾大 但這裡是一個極大的戰略模糊 大家都保持著一種 你不知道我是否真的打 那你就考慮一下 但往往大家都猜對方不會 這樣就會 那會不會去復交呢 你打個折頭 我講的可能是更進一步 說會跟你復交 那蔡英文人要不要這個機會呢 就是他的政治判斷 如果是假的 選舉操作的 那當然不肯 你幫人選舉 然後打就打散你 贏了老川普 贏了贏了之後 他可能打誤護你 很難說的 因為美國不是沒有出賣朋友的紀錄 這個都是事實 到不上一刻他 因為台灣是符合美國利益的 守著台灣和美國圍堵的 重要戰略價值的那個島 你看看地圖上就知道 如果台灣是歸回中國大陸 那第二件事 太美容美國解放軍說出就出 現在他直接出 是完全知道 你擠一隻潛艇出來 完全全程監察著 知道你在哪裡 隨時一夜就打了你 那你老共就沒得兇 如果台灣歸回大陸 那就不同了 軍事上是完全不同了 所以在這個角度來說 他有極大的戰略利益 是要護住台灣的 但是 永遠是不知道的 如果你知道就容易辦 所以他要怎麼應對 就讓他自己決定 他挺厲害的 因為他一定是熟過我們 對於美國 他做那麼久 總統外交那些事情 他都是清楚的 我覺得他都是繼續戰鬥模糊的 但是呢 適當地放一些信息出來 包括他去看軍事 但是三日前才哭話 就說我不想打仗 我不想打仗 但是老共那邊 如果他真是建交 你打不打呢 你不打 你很難再跟鷹派交代了 即老共那邊的鷹派 迫都迫到他要打 打幾打 打一打後 一打就不可收拾 這些都是不思的事情 不必須預測 燈神都猜不通才算 他猜中就撞 沒得說了 但是十月驚奇就不斷上演了 我覺得也希望有些大一點的動作 好像剛剛見到美國出了些警告 叫銀行真的制裁我們那十一個人 十個就改了 都有些事情的 他少了盧偉聰 那是不是盧偉聰已經投誠 給了料呢 遲些再看多些資料才分析 但是對香港就沒有什麼行動 我相信是沒有的 十月沒有什麼特別行動 都好 我們簡單一點